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邻里商店在内 并且进一步的推动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 以朝向新加坡经济2030的愿景迈进 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茂公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政府部长刘彦玲部长你好 你好 欢迎 梁权还有友谊大家好 晚上好 是 好 今天先请部长来为我们说说 这个邻里新天地的计划 它能够如何的为这一万五千间的邻里商店 做进一步的转型 因为这些商店毕竟和很多其他零售店不同的是 他们不少在同一个社区里面 已经可以说是始终如一提供的是 同样的商品或是服务 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他们的生存之道会更需要科技的帮助 还是传统上所带来的便利 谢谢你友谊 因为大家都从顾客变成朋友 很多老板都跟我说 他们的顾客 他看他小朋友现在已经长大 结婚生孩子了 还回来光顾 一直支持我们的邻里商店 当他们都回头客 那我们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呢 在3月4号的时候呢 我就宣布了这个2025年的 邻里新天地的计划 这个是会耗资5000万元的一个 为期四年的计划 就是要大力支持我们全国的 邻里商店 那其实我们早在2020年的10月 就推出了邻里企业数码化计划 短短的期间呢 其实不到一年半 跟大家分享一下 已经有超过85%的商店 那就是超过14500家的邻里商家呢 他们已经是采纳了电子支付的方案 而且呢超过60%的商家 那就代表大概是超过了1万家的 这个商家呢 已经是采纳了这个数码的方案 可能有些呢 是用这个电子商务 e-commerce 或者有些是用这个网站 有一些商店呢 则是用这个社交媒体做live streaming 现在越看得越多 对吗 那他们这么做呢 是让他们可以接触 不同年龄层的客户群 而且帮他们可以推广他们的业务 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 聊权还有友谊 还有我们第八播到的观众 可能会记得 三个月前呢 就是在12月的13日呢 我们邀请了李锦龙总理呢 启动了我们的1亿 3000万元的社理会邻里购物券 短短的这三个月呢 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现在哦 已经有111万家的这个家户呢 已经是领取了这个100块钱的 这个邻里购物券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有超过6700万的这个消费额 所以呢 这大大的这个就帮助了我们的邻里商店 那这三个月呢 我经常走到我们的邻里中心 和我们的邻里商家聊天交流 他们都说这个1亿3000万元的社理会的邻里购物券呢 真的带动了整个市场 基本上平均来说呢 是就是他们的人潮增加了20% 他们的营业额也基本上呢 是增加了有些是10%到30% 我还有听过一些店铺跟我说 他的这几个月哦 他的营业额增加了40% 所以呢 我们就在3月4号的时候 公布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而且你还记得一个月前呢 我们的财长王勋财部长呢 就公布了 今年会再推出多一轮的 1亿3000万元的社理会邻里购物券 不止这样子哦 他说明年1月的时候 就是2023元 1月的时候会再推出另外一轮 那就是2亿6000万元的社理会邻券 后年呢 2024年的1月 也一样会推出这个2亿6000万元的社理会邻券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三年呢 我们会推出高达6亿5000万元的社理会购物券 这么做就是希望把这个生意带到我们全岛的邻里商店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我们的邻里商家要加快这个数码化步伐 那谈到这个数码化 其实我们的商家不一定要去选择非常尖端或高科技的方案 他们应该选择适合他们 就是要配合他们的需求 还有他们的能力的方案 那我今天准备了一些照片 给第八波道的朋友们看一看 因为我们也推出了一个视觉营销计划 那如果可能第八波道的观众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中药店 其实是在50年代就已经是开始营业的中药店 叫做信和堂 那他们呢和大概100多家的商店 在这几个月就加入了我们这个视觉营销计划 那这个视觉营销计划呢 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商店老板们 掌握这个店铺的设计 还有产品的摆放这一方面的技能 让他们的这个店铺可以焕然一新 大家看到我们信和堂之前跟之后真的是焕然一新 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益呢 其实最重要是要把顾客吸引进那个店铺 第一 第二呢 把顾客吸引到这个店里呢 希望这个顾客可以待久一点点 对吗 待久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顾客可能会购买更多的商品 还有这个服务 那我们老板们的营业额就会增加 那我们在这几个月呢 吸引到超过100家的公司 参加这个视觉营销计划 那我们和他们调研 他们也分享说 基本上呢 他们改头换面了过后呢 他们的顾客 其实以前待5分钟 现在可能会待15分钟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它的营业额基本上几乎是增加了10% 所以不管是数码化方案 还是电子支付方案 或者是视觉营销呢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 可以帮助我们的商家们可以转型 那我们的2025的这个邻里新天地 除了是要帮助我们的商家 商店们 加快他们的数码化转型的这个步伐 也要帮助我们的全国商联总会 还有我们遍布全岛的52个的商联会 提升他们的技能 让他们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商店会员 还有第三个重要的板块呢 是希望能举办更多 像去年我们邀请到王瑞杰副总理 在11月28日启动第一届的邻里节 这么做是希望就是鼓励我们的国人 到全岛的邻里中心去支持我们的邻里商店 是 了解 看到这些商店推出运用这些科技 不仅可以带动人气 也可以带动买气 我们知道呢 政府推出了总值7000万元的 餐饮和零售业振兴配套 除了可以希望继续推动餐饮业和零售业呢 转型也需要呢 来帮助他们聘请和培训更多的本地员工 这个配套能够如何吸引到本地 加上本地人加入这两个 一直被视为说这个工作时间比较长 比较辛苦的行业呢 部长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餐饮业 还有我们的零售业呢 其实非常关注这个人力支援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这一两年就在和他们 磋商应该用什么创新的方法 来去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就在3月4日的时候 在国会呢 就公布了我们会启动这个 7000万元的餐饮和零售业的振兴配套 这么做是希望从两个方面 就是双管齐下的帮助我们的餐饮业 和零售业者呢 克服眼前的问题 也帮助他们可以把握未来的这个机遇 那第一刚才你说到两权 就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个零售业 还有我们的餐饮业吸引 就是聘请和留住我们的本地员工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们会配合他们就是帮助他们呢 通过这个心心相连 中途转业者的建训 以及培训计划 以及这个职业转型计划 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的聘请到 而留住本地员工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是 其实我们的社区也有蛮多看护者 或者是乐林长辈们 他们不想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也不想做全职的工作 其实他们希望可能一天 做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这也其实相当适合我们餐饮业 和零售业这一方面 所以我们会在这方面呢 和我们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商会和商团们 紧密的合作 给他们大力的支持 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 我们公布了这个 7000万元的这个振兴配套呢 就是希望可以鼓励 我们的餐饮业和零售业者呢 好好的善用我们启发局的 一系列的这个补贴 例如我们有一个计划 叫做Enterprise Development Grant 叫做企业发展计划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Productivity Solutions Grant 就是这个生产力提升计划 希望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餐饮业和零售业者呢 能选择适合他们的这个解决方案 通过科技提升生产力 还有增加他们的竞争力 这一方面呢 我今天也准备了一个例子 我知道现在是晚餐时间 我准备了一个烤鸭的例子 这个店铺叫做店小二 可能跟第八波道的客户 这个观众可能都有去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店小二呢 这个餐饮店呢 在两年前他们就采纳了我们的启发局的这个企业发展计划 那他们在短短的两年呢 就改善了他们的中央厨房的这个流程 而且开发了他们首创的 自动化的烤鸭的输送带 conveyor belt 听起来是很容易哦 可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不过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竟然可以帮助了我们的店小二这个店铺呢 减少他们对人力的依赖 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的 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就是在准备这个烤鸭这方面呢 减少那个时间 而且省了大概30% 那第小二也和我们的贸工部和启发局的同事说呢 每个月能省上的费用是高达6万元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例子 能鼓励我们的餐饮业和零售业者 要多善用我们启发局的一系列的项目 部长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跟我们大家提考鸭呢 非常有画面感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 当然就是接下来我们知道 这个乌战争本身对于全球经济复苏 带来蛮大的变数 那我国目前所制定的这个新加坡经济 2030年的愿景在多大的程度上 将能够抵御这些外部的冲击 而且继续的为本地的企业 制造更多的商机 同时为员工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呢 部长 谢谢尤一 那我们说2030年 很容易人觉得可能是非常遥远 其实2030年一点都不遥远 现在是2022年了 所以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做准备 做规划 为这个迎接2030年的世界 2030年的这个经济做好准备 那我们这个新加坡经济 2030年呢 有四个重要的板块 第一个呢 就是服务业 第二个是制造业 第三是贸易 第四呢 是企业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本地企业 还有我们的国人 可以就是把握这方面的这个机遇 那谈到这个商业机遇 还有就业的这个机会呢 其实我想谈一谈这个服务业 还有制造业 服务业呢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总量超过百分之七十 有金融 有物流 还有这个资讯与通信等等 那这方面其实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机遇 就是第一个是可持续性的这个经济 第二个呢 这个是数码化 还有这个制造业呢 其实我们这一块呢 会着重制造业的职业计划 既动手又能够动脑 适合全家大小参与 先走开